你 现在还不承认喜欢他 承不承认 有那么重要吗 想不想做他女朋友啊 说话呀 郑苏宁 怎么还叫上全名了 因为我认识的苏宁哥 是不会在别人背后 说别人坏话的 背后说人是不对 但我就是觉得 那孟海没安好心 别人怎么没安好心了 她肯定 肯定就是对你有想法 你想哪儿去了 人家就是把我当学美 而且人家有一个喜欢的姑娘 只是没有表白而已 你见过那姑娘忘了 没有 又不是我们学校的 那万一是她编出来 让你放松警惕的呢 你怎么把人心想那么坏呢 因为是你 所以担心 那你用担心的名义 让我难堪是吗 我也不想让你难堪 我只是 和你疏远我 苏宁哥 我现在进了大学 又进了学生会 每天事情很多 当然是会忙起来的 我知道你忙 我知道你忙 但起碗 让我联系得上你 行吗 那 我尽量每天 早点回去 给你说个晚安 行吗 说话算数 算数 Stop 这个还不明显 她吃醋了 为什么吃醋啊 唉 我 她喜欢你呗 她光天化日的你别乱说 她看着你眼里都冒星星了 还用着我乱说 苏宁哥对我的喜欢 就是 就是 哥哥对妹妹的那种喜欢 你喜不喜欢他 我们之间 你能不能别说什么喜不喜欢的呀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作为情感专家 我要给你一点爱的期望 给你出头三道情感测试题 你别过脑子 直觉悔念 首先 先在你的脑海里 浮现出张琪的大脸 为什么是张琪的脸呀 有对比才有真相啊 好了 第一题 你见到他 会不会开心呀 还行吧 跟见到你差不多 第二题 见不到他 会不会难过啊 不会 待会儿有一点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他嘴见被人揍呀 有理有据 那第三题 如果他被别的女生抢走了 你会不会生气 佩服呀 女中豪杰 未明出汗 那我们现在 把张琪的脸 换成素年 你见到他 会不会开心呀 见不到他 会不会难过啊 嗯 如果他被别的女生抢走 你会不会 你干什么 疼疼疼 现在还不承认喜欢他 承不承认 有那么重要吗 想不想做他女朋友啊 嗯 你 那 那 那太尴尬了 尴尬什么呀 两情相悦 就得在一起 你现在想想 如果他表白了 你会不答应吗 他不可能表白吧 你想让他表白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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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